一把折扇上面的工具的信息量 艺术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折扇的好玩就在这一点上面 第一个你要制作的那个叫扇骨 扇骨上面它也有那个叫竹刻 再加上来上扇面上面 你肯定要找到一个写书法的 一个稿绘画的 再加上刻竹刻的 那就是四个人合作的这种东西 折扇的制作需要72道工序 其中主要的步骤有选材 制大骨 制作小骨 水磨骨 抗冰 我是9192年之间 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让我跟他一起到那个叫浙江安景去看竹子 他说原材料是最主要的 必须要自己要去挑什么是好的竹子 什么是差的竹子 他说你自己必须要搞清楚 你要看到那个竹子上面的表皮有一层那个叫淡淡的那种霜 他说这种竹子就是比较好的 我就当时问他了 我说好的什么地方呢 那个时候他就讲了 他说这个上面是一种白霜 这种白霜它也是一种保护的 如果这种竹子你到树林里面去看 也没有几颗的 不多的 他说你如果要挑竹子的时候呢 你要看竹子的结有多长 根部竹子有多粗 他说竹子不能低于10寸的 如果9寸呢 他就做出来的扇子的那个弧形呢 就太大 这基本上从记忆的角度上再说 当时我父亲就讲 他说学这种手艺的第一关 至关重要 还是要以造型为主 他说人文气息的东西呢 必须要有刀的痕迹 你如果是在刀上留下了痕迹呢 看上去呢 这种东西呢 就舒服的 你全是要靠沙子 把它给打圆的那种感觉呢 它都并不是太好的 所以说他在教我 做折扇的前提的是 第一个就是以刀为主 能用刀不用刨 能用刨不用错 尽量所有的竹子上面的工序 必须以用刀去解决它 不管是扇子 它有多复杂的造型 都是刀上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刀呢 你要把它给磨好呢 免满累的 刀呢都是自己磨的 这个刀 有可能没磨好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把手上也叫会 刺上一刀 叫划碎的 我手上也有刀的痕迹的 还有刀那个叫妙门间 还有那种直间 那就是一刀头的事情 你来回倒腾 那这个间就挖不好了 上面呢 我制作的那种 就是叫安徽的宣纸 宣纸呢 拿回来的时候呢 都是生线 做我们折扇呢 必须要熟线 拿回来的时候呢 要做那个胶盘 胶盘盘盘 再表 这个里面呢 一系列工具呢 也有27道工序了 到最后呢 都是手工 你看这个扇面上面的 所以一人一人的宣纸呢 你必须要用手工去折起来的 你讲到扇面书法 就要讲到竹子 竹子是什么呢 竹子有老话的 叫竹鲁君子 君子爱竹 所以历代文人啊 都喜欢一把竹子的折扇 打比方 他是唐伯虎 本来他就是文人 他拿了一把扇子 他一看上面是白的 我画点画吧 我写点字吧 所以这扇面就 慢慢就出来了 玩竹子的 玩扇子的人 以前都是 书生啊 什么公子啊 书法家呀 画家呀那种 相对于说有贤又有钱的人玩的 现在 慢慢慢慢发展到最后 那个扇子 就是大众的 像我为什么写扇面 扇面是 大众的产品 大家都玩得起的 做成大众的东西 所以扇面的创作是很难的 因为各家各口味都不一样嘛 那就画的人也要求也高 写的人要求也高 我喜欢满江红 他喜欢定风波 那你就要符合大众的东西去创作 那扇面你才有时差 扇面的创作呢 跟那个书画的创作不一样的 书画的是平面的 扇面其实是立体的 它是有弧形的 画一个山水 你那个山水在纸上画是很方便的 静景远景都可以 如果是扇面 你要考虑它那个弧形 它那个弧形里那个静景远景 不是那么好画的 扇面的书法跟宣纸的书法又不一样 你墨上去它不会像那个宣纸伸弦上去 它画开来有韵味的 你要画或者写你要写出韵味是很难的 还有排版 扇面讲究一个对称度 是扇面历朝历代写的还是蛮讲究的 同样一首诗扇面排版也不是固定的 就是两个两个 或者一长一短一长一短也有 所以扇骨它是固形的 那个扇面它是各色各样的 我是一个徒弟 我也有个人的标准 第一个 他如果是想学做扇子 我说至少有一个考察期的 我说三年 三年过后再说 还有一个你的慧根高不高 这个三年当中你也有动动手 你想做这种折扇的 你必须要从第一步开始去做的 我是从2000年左右 一直到现在 就是在也是在做全折功能的这种折扇 最大的收获 实际上手机里的这种竞节 你所做出来的东西被人家认可 这个是实际上蛮欣慰的 就是这个人家的 是实际上蛮欣慮的 她在都是梦想的 是实际上蛮欣慨的 但是我看到她家里的